比照片上好看 越来越年轻 真的 比照片上好看 虽然临近年关 但是明星人的工作量丝毫没有减少 除了要奔赴各大会场 参与春节联欢晚会的录制外 很多电视剧 综艺也赶在年前举行了开机仪式 由黄伟指导的全新综艺 盒子里的猫 首次录制便齐聚了黄博 张艺兴 陈鹤 以及郑凯等当红明星 与此同时 芒果台的乘风破浪的姐姐 也传出了新消息 浪姐作为国内首档熟灵选秀综艺 以30家女星为主角 为她们打造重新成为焦点的舞台 大仙回一杀 第一季播出及风神 不仅点击量 口碑喜人 话题度更是创下新高 火爆异常 但四季过去 节目赛制 选曲 以及装造全面下滑 再加上观众审美疲劳 节目口碑持续下跌 1月29日 一则名为浪姐素人的词条 被推上热搜 节目组正式就最新一季发出报名邀请 也就意味着第五季进入筹备阶段 该消息已经曝光 便迅速吸引了大量网友围观 相比之前 都是靠你邀名单博关注 这次节目组对内容进行了全新改版 根据节目组发出的邀请要求 浪姐5将采用明星家素人结合的形式 不仅像前四季一样会邀请30家女性加盟 还全新开启了素人赛道 只要足够优秀 都可以脱颖而出 按照道理来说 有素人的加盟 浪姐将更真实 也更接近群众 但令人意外的是 该消息曝光后 立马遭到了节目粉抵制 要知道 在浪姐5改版添加素人之前 包括偶像来了 以及明星大侦探 都曾被要求去明星偶像化 前者第二季便改成了我们来了 而后者不得不引入侦探助理这个设定 这次浪姐引入素人加盟 一方面是以上原因 另一方面 可能也是节目组想增加新的看点 但是对于浪姐5全新改版 不仅网友不买账 节目粉也大多持抵制的态度 纷纷不赞成 引入素人和明星一起比拼 在他们看来 虽然素人中也有非常优秀的 但是和明星相比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有降低舞台质量的风险 而且 大家看节目 都是冲着自己喜欢的明星去了 现在添加素人 无疑会占用明星数量 降低大家想看的欲望 其实除了以上两个反对的理由 更多节目粉担心 添加素人只是一个幌子 节目组实际是想捧自己找好的新人 一旦开了这个头 浪姐只会 沦为资本的玩物 到时候 剧本 内定 满天飞 明星姐姐只能沦为陪衬 成为皇族的垫脚石而已 中国好声音便是前车之鉴 分析精准 吐槽可谓是一针见血 而在节目改版 综艺《综艺浪姐》更是成为了台里的招牌节目 然而 随着节目的不断推进 内娱能邀请的女星逐渐减少 最新一季的消息 却让人瞩目 节目组计划引入更多国际姐姐 甚至将其打造成国际版浪姐 芒果台的官方招商会上 一声爆炸性地宣布震动了整个综艺圈 超过10位国际姐姐将携手20多位国内姐姐 纵横组队PK的舞台即将开启 这一规模庞大的国际版浪姐 堪称空前 直接将节目的格局拓展到了全球 芒果综艺新尝试 国际版浪姐引领行业潮流 这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综艺节目的拓展 更是芒果台在综艺领域的新尝试 国际版浪姐 如同一颗金老综艺风向标的流星 照亮了整个行业的未来 随着这场节目的推出 全球观众的关注度 也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值得一提的是 美伊里牙的爆红成为这一季浪姐的一大看点 她的加盟不仅为节目带来了强大的关注度 也将国际姐姐的参与效应发挥到了极致 美伊里牙的耀眼表现 让观众对国际版浪姐的期待如潮水般涌来 国际姐姐与国内姐姐的组队 PK环节更是一大看点 这种全球范围的对决 让人们充满期待 究竟哪支队伍会取得胜利 国际姐姐和国内姐姐之间的默契 又会如何呈现 这些问题引发了全球各地网友的激烈热议 国际版引爆社交媒体 明星合作引发话题狂潮 此次国际版浪姐的宣布 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阵话题狂潮 明星们在社交平台上相继晒出与国际姐姐的互动 引发了广泛关注 这场综艺盛宴在社交媒体上瞬间引爆 成为网友们热议的焦点 这场综艺风暴席卷全球 国际版浪姐的创新之举 成为综艺行业的焦点 节目组的大胆尝试和全球范围的合作 或将成为行业的风向标 观众们对于这场国际版综艺的期待 使得这个新的尝试充满了不确定性与悬念 这场国际版综艺的推出 不仅仅是一次单一综艺的扩展 更是一次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通过国际姐姐的参与 观众将有机会领略到不同国家 不同文化的音乐魅力 这种多维度的体验 或将为综艺节目开辟新的天地 国际姐姐一国风情 不同音乐文化碰撞激发新看点 每位国际姐姐都带有一国风情 她们的音乐背景 风格将与国内姐姐产生有趣的碰撞 这将为观众呈现一场富有创意 充满惊喜的音乐盛宴 国际版浪姐正以一国风情的姿态 走进观众的视野 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综艺新星 官方给出了国际姐姐的关键词 亚洲欧斯女王 美极韩裔 PTOP天花板 美国 人气顶流英国 宅男女神 日本 人间巴饼泰国 这些词语搭配上国籍 直击市场痛点 让粉丝们猜想着 到底是哪些国际巨星将加盟浪姐 近期 关于英国人气顶流阿戴尔 成为国际版浪姐的传言不绝于耳 这位实力派歌手 频繁出现在芒果台的拟邀名单上 引发了观众们的极大好奇 然而 这是否成为事实 仍旧是一个扑朔迷离的谜团 阿戴尔的音乐巅峰 英国天后引领全球 阿戴尔作为英国的天后级歌手 他那深情且高亢的嗓音 成为了音乐界的代表 多首畅销单曲 屡次登顶各大榜单 使他的音乐事业 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 他的音乐成就 也让人们对他在综艺舞台上的表现 产生浓厚兴趣 在传言中 除了国际版浪姐 歌手2024 也被提及在邀请阿戴尔 这两个备受期待的综艺舞台 都渴望能够请到这位英国顶级歌手 阿戴尔最终会选择哪一个舞台 成为了众多观众心中 无法回避的悬念 浪姐的引力 国际版吸引巨星加盟 国际版浪姐的巨大吸引力 在于其全球性的合作和创新 芒果台通过国际版的推出 将目光聚焦在全球 争取更多国际顶级歌手的加盟 阿戴尔能否成为其中一员 成为国际姐姐的代表 正是引发猜测的关键 阿戴尔的加盟 将为国际版浪姐 注入一股强大的音乐能量 作为英国天后级别的巨星 他的加盟将是该节目的一大突破 而观众也迫切期待 能够在这个全球音乐舞台上 欣赏到阿戴尔独有的音乐魅力 若阿戴尔真的加盟浪姐 将是一场音乐文化的巅峰碰撞 英国的深情演艺 与国内姐姐的音乐风格将交汇 为观众呈现一场 前所未有的视听盛宴 这种文化的融合 也将成为该节目的一大亮点 竞争激烈 阿戴尔获成综艺制胜手 随着综艺市场的激烈竞争 阿戴尔的加盟 无疑会为相应的综艺节目 带来更多曝光和关注 它的存在或许会成为制胜的制高点 而浪姐和歌手2024之间的竞争 也将因此愈发激烈 在人间巴比泰国的的关键词下 引起了广泛关注的是Blackpink的成员 然而 要能邀请到她成为国际版浪姐的议员 却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 她作为Blackpink的议员 不仅在音乐舞台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更在国际舞台上享有崇高地位 因此 她是否愿意参与这样的综艺节目 成为了一个备受观众关注的悬念 Blackpink 全球现象的代表 Blackpink作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女子音乐团体之一 其成员无不是国际音乐舞台上的耀眼之心 她们凭借精湛的音乐才华 独特的舞台风格和出色的团队合作 成为了寒流在全球扬名立万的代表 其中一位成员若能成为国际版浪姐的国际姐姐 将为节目注入强大的国际知名度 然而 Blackpink成员之一 成为国际姐姐的可能性 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 作为全球巨星 她们的行程通常紧张而密集 参与综艺节目 可能会对她们个人的工作计划 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 Blackpink作为团队的身份 是否容许成员独立参与此类节目 也是一个备受考验的问题 李怡珍 新生代欧四女王的崛起 然而 面对郑秀妍的续约问题 李怡珍的展露头角 也不能被忽视 同样是美极寒意 李怡珍以其出众的音乐才华 和迷人的外貌 引起了广泛关注 近年来工作相对较少 她或许对于邀请加盟浪姐 新生兴趣 这也让观众对新生代 欧四女王的崛起充满期待 郑秀妍与李怡珍 两位欧四女王的较量将为观众呈现一场音乐盛宴 她们分别代表了两个时代的寒流音乐 无论是今年老歌还是新一代的欧四 都将在她们的嗓音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 这也使得这一季的浪姐更加值得期待 粉丝期盼欧四女王的绚烂荣耀 郑秀妍和李怡珍的参与 不仅是对浪姐的强力加持 更是对音乐的致敬 粉丝们纷纷表示期待两位 欧四女王在舞台上的绚烂荣耀 期盼她们的音乐碰撞能够掀起一阵浪潮 让这一季的浪姐成为音乐综艺的巅峰之作 在浪姐节目组的策划中 关键词宅男女神日本让人联想到的第一位 就是新元节一 这位日本女星凭借甜美笑容和出色演技 成为宅男心中的女神 她是否愿意加入浪姐 成为节目的一大亮点 成为粉丝们极度期待的焦点 新元节一的引领 日本女星代表或许就是她 新元节一的名字 几乎已经成为宅男女神的代名词 她在日本娱乐圈的地位无可撼动 如果她能够加盟浪姐 将是日本女星在内地综艺中的一次引领 也将为节目增色不少 她的参与或许会吸引更多观众的关注 毕竟她的魅力无人能敌 新元节一不仅以甜美的外表著称 更是因为她独特的知性气质而备受喜爱 她的参与将为浪姐带来一种全新的氛围 既有宅男女神的甜美 又有知性女性的深度 这样的特质或许正是浪姐需要的元素 成为整个节目的亮点所在 新元节一的名气不仅限于日本 她在亚洲乃至全球都有着广泛的粉丝基础 如果她能够成为浪姐的一部分 必定会引起国内外观众的高度关注 这将是一次跨越国界的综艺合作 也将为浪姐带来更多可能性 宅男女神的选择 观众期待成关键 新元节一是否愿意成为宅男女神的代表 加入浪姐 或许将成为她个人事业的一个新尝试 同时也是节目引入新元素的一次冒险 观众的期待和反响 将成为她是否接受邀请的关键 也是整个综艺节目发展的关键因素 近几季 国内艺人在综艺节目中爆火的模式 逐渐难以复制 而国际女星由于新鲜度高 有着更大的机会 在综艺舞台上脱颖而出 这次的浪姐 是否能在国际女星的引领下 在线热潮 成为值得期待的看点 观众在国际女星中 最期待见到谁呢 这是一个备受期待的问题 国际姐姐的加入 不仅会为浪姐注入新的活力 更是一个引发观众热议的焦点 在这场国际女星的盛宴中 观众将迎来怎样的惊喜 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 结局未卜 国际版浪姐的未来之路 随着国际女星的加入 浪姐是否能再创辉煌 成为一档国际版综艺的典范 尚未可知 这场综艺之战的结局未卜 观众们将在观看中逐渐揭晓 这一季浪姐是否能够引领新的潮流 成为音乐综艺市场的一匹黑马 或许 正是这份未知 让国际版浪姐的未来 更加扑朔迷离 码并不够 一点 观众 证明